中国女将下手太狠了 连续组合拳抱头 打得泰拳双冠王插管紧急抢救 这位在擂台上大展神威的中国女将 名字叫做匡飞 她是当今中国女子踢全界的领军人物 征战职业擂台多年 拥有丰富的比赛经验 2018年 匡飞站上了职业搏击的擂台 在那一年初出茅庐的她 拿下了昆仑爵城市英雄武汉战的胜利 自此 黄飞就像开了挂一般 一发不可收拾 在2018到2019年这一段时间内 她获得了13战10亿胜的好成绩 几乎是一个月打一场比赛 堪称擂台上的劳母 随后她在昆仑爵通辽战比赛中 一举击溃伊朗名将西马 展现出在战力格斗赛场上的统治力 黄飞此次的对手味特朴苏西 是一位来自泰国的泰拳双冠王 她曾获得过WMC世界泰拳冠军 以及WPMF世界泰拳冠军 实力同样不容小觑 这必然是一场火星撞地球般的比赛 就让我们查按点赞三秒 一起为邝飞加油助威吧 比赛铃声敲响 特朴苏西一上来就施展腿法 想要以她擅长的腿法控制比赛节奏 面对特朴苏西的腿法控制 邝飞也没有给对方太多思考的机会 直接强行压进去打拳法 邝飞如此激进的打法 是特朴苏西没有想到的 因此她只能边打边撤 场面上有一些被动 就在此时 邝飞瞅准特朴苏西的防守漏洞 接连的组合拳奔着她的头部袭去 当即就将特朴苏西击倒独秒 在裁判独八后 由于邝飞拳法杀伤力过于巨大 特朴苏西迟迟无法缓过来 裁判当机叫停了比赛 场下的医护人员赶紧冲上擂台 对特朴苏西进行抢救 这才没有酿成更大的事故 最终邝飞以KO的方式获胜 想必假以时日 邝飞也能成为张伟丽一样的选手 大家觉得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喜欢格斗的朋友给个三连再走飞